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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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香水寶寶們 首先我覺得香水這個東西它其實就是味道 但是我覺得味道它之所以這麼重要 是因為味道它是會跟著你一輩子去形塑你這個人的一個品牌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味道這種東西是你想忘都忘不掉的 有時候我們走在路上跟人家擦肩而過的時候 突然聞到一種味道 什麼味道 這個味道會把你拉回到過去 這個味道當初發生了一個場景 你經歷的事情 你遇上了一個人 那有時候可能在深夜時分的時候 一個翻身聞到枕頭的味道 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味道 反正諸如此類我覺得味道 嗅覺這種東西會觸發你很多回憶 而且我覺得它會在默默的就是磕進你的腦海裡這樣子 香水如果你挑的好挑的巧挑的精挑的妙 你選到了一個你非常適合你的一個味道的時候 其實你在人際交涉的時候 我覺得會多了一個記憶點 人家除了從你的談吐從你的外表之外 他多了味道這個記憶點 那他下次可能聞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就會想到說 曾經他有遇見過這個人 所以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我的四支香水的部分 那我介紹的順序是會以我入手的順序 來去跟大家做介紹 而不是以我的喜愛程度 因為每一支我都很喜歡 好 首先我要來介紹我人生中第一支入手的專櫃香水 是來自這個品牌叫做Givenchy的Gentleman 然後它是Ude Toilette 它是一個蛋香精這樣 那說是蛋香精它其實非常非常的濃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於新手 要剛入手香水市場的人來說 好像沒有這麼的推薦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性感 就感覺噴了這個味道的人 他就是有羞毛的人 或者是說那一種襯衫 就是死不扣到底 然後就只扣下面三個那一種 我自己覺得它蠻持香的 就是你早上噴 晚上回到家 還是香到連身旁的人都會聞得到的味道 尤其是你洗澡的時候 那個熱水一開蒸氣 呼一聲 整間廁所都是這一支的味道 這樣子 那因為它的前調是用 梨子然後小豆蔻 中調有所謂的薰衣草跟鸢尾花 然後耗掉的話是用皮革跟廣闊香來去做產生的這一瓶這樣子 那這一瓶是50ml的部分 那這時候買的時候是在洛杉磯的Lex 國際機場的免稅店 就是遇到這一支的 回收車 大家記得丟回收 好 那時候其實試聞滿久的 就是噴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還去別櫃這樣熟來熟去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看這一支的味道 在我的身上是怎麼樣子的味道 就是因為其實香水每一支噴在每個人不同的身上的時候 就是會產生一些不一樣的味道這樣子 這種味道就是越聞越上癮那一種 後來我就買了 然後那時候是以60美金買下它的 就是大概1800塊台幣這樣子 什麼樣子的時候要噴呢 就是去派對的時候 因為派對的時候人非常的雜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味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香味 我跟你講噴這一支 壓垮大家的味道 這一支 大家只聞得到你 所以我通常是跑趴的時候 我會用這一支 或者是說我今天可能在穿搭上面 我可能穿皮衣或者是皮褲 握皮褲嗎 反正皮衣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以黑色為基礎 黑色為打底的穿搭 我就會使用這一支 來去做我的final touch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我第二支專櫃香水 是來自於三宅一生 一生之水 這一支真的非常香 我一定要強調非常香 如果你去Google搜尋 打一些keyword 例如說 新手入手香水 這一支應該至少一定會在前三名 它其實前中後調都非常的複雜 但是你想說加了這麼多東西 結果出乎意料 它最後的結果是非常乾淨的 聞起來非常的 我自己覺得很清爽 而且也非常純淨的一個感覺 那它的中調有百合 它的厚調也是用色香來去做 這一支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去靠櫃去試聞了 然後那時候一聞到的時候 驚為天人 就覺得這一支我要它 我要這個味道這樣子 結果後來 他說櫃上只剩下125ml 這一支是75ml的 那時候125ml 其實我這個人呢 我買香水 除了很重味道之外 我也非常重視它的平身設計 一定要漂亮啊 一定要很有質感啊 可是你看這個平身設計 它是屬於比較生硬的 那種有直角有直角有轉角有轉角那一種 然後125ml 就是等比例放大 直接變成大哥大 那時候剛好我的姊姊 在日本 然後我就請她說 快快去幫我日本幫我找這一支 然後有75ml的嗎 結果後來就被她找到了 然後跟著這個都搭配 這是她的 Isemiyake的一個 Shower Gel 我甚至還沒開封 它自己本身味道就超香 它現在變成我的抽屜方槍劑 我有點忘記 報價是多少 後來我有去那個 升橫腸Average的網站上面看 它現在如果要買到這一支75ml的話 它的報價是 1800上下左右 這樣子 我上課都噴它 我主要上課都是噴它 因為你看 其實已經勝負多了 我都會覺得很緊張 想說是不是要趕快去補過了 其實這一支就是非常我的日常 就是只要出門 就是大概噴個兩下這樣子 也推薦給大家 好了 接下來我要來介紹我第三支專櫃香水 是來自於Town4這個品牌 那這一支是Floche de Bordofino 那Bordofino的話 它是在意大利 然後靠近地中海的一個地區 它的靈感 它的配色跟它的味道 都是以那一區作為發想 然後創作出來的一支香水 那這一支是Eau de Buffon 它其實就是比那個蛋香精還要再濃一點 來 我們來聞一下 你聞 好香 對 一個很乾淨的一個味道 就不會說噴了這種 嗯 疑灰 很疑灰耶 那它主要它其實它就是花果香調這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南鄉都是比較 走木質調路線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想到木質調 因為對我來說就沒有那麼的順筆 那它的前調有佛手乾 它的中調有茉莉 然後後調是果子裡的部分 那我都是只有講一些比較重點 跟大家比較熟悉的一些素材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用了很多種素材才去做出這個味道 這樣 但我其實覺得這一支它很主要的味道就是茉莉香 所以如果你們很喜歡茉莉的話 我覺得很建議可以把這一支帶回家 買它的時候非常多的drama 逛著逛著免稅店 結果一看一轉頭 天吶 從來沒看過Town4有香水牆這種東西 我立刻就待在那個免稅店 每一個都要拿來試指紋 他們家其實男女是沒有什麼界線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非常的中心這樣子 這一支是那時候當時剛新出的 我想說就先來聞聞看吧 結果聞了之後就覺得還不錯 而且因為它不是它的經典款 所以它的價格沒有這麼高昂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到底要不要入手 就是Town4呢 畢竟還是學生 還是學生 還是學生 這樣子 後來我就走了 我就跑去吃漢堡王 然後就吃漢堡 吃吃吃吃吃 吃著吃著就覺得說不對耶 我等一下之前上飛機之後就跟他say goodbye了 因為畢竟免稅店的價格就是相對比較優惠這樣子 立刻吃完漢堡王 然後我就手刀衝回去那個專櫃那邊 我就把他這一支刷下去了 那其實刷下去的時候 當初我記得是七千多塊 但是我後來 我後來去那個 升很長Average的網站上面查的話 這一支現在就是六千八 我當時我就只能連垮下來 想說我是不是被騙了啦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沒關係 我買到一個快樂這樣子 其實我也蠻常噴它的嘛 可是它是比較在一些重點場合 我才會使用它 例如說 可能今天我有一個presentation 或者是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要開 我都會噴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這一支 其實我剛剛有講過 我覺得香水這種東西 如果你選到你自己很喜歡的味道 是屬於你 是適合你的味道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幫助你 就是在你行為上面 有更多的自信 而且我覺得這個味道非常的俗 就是你腦袋有很多可能要presentation的東西 然後激著激著激著 聞到這個味道 順到不行 順到不行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一支 也非常推薦給大家 在情人節的時候 自己送自己啊 蛤 茉莉花 讚啊 好的 接下來介紹今天的最後一支 是來自於倫敦的一個品牌 Panhelegans 這一支呢 故事非常的感人 是我姐姐送我的22歲生日禮物 我覺得香水這種東西 如果要當成送你的話 對於這種香水 比較有所謂的personal preference 的東西 不知道送的對不對 因為這個味道我可能喜歡 但是她不喜歡這樣 但我姐竟然送了一支 意外非常喜歡的一個香水 來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 好 我跟你講 100ml 我姐是不是以為我要拿來喝啊 拿來喝啊 拿來喝啊 100ml耶 100ml要噴多久 等一下 登登 對 它的味道 它的前調是走柑橘類 然後中調有茉莉 還有所謂的Lily of La Belly 然後後調是用檀香 自己覺得它是比較屬於東方的東西 跟西方的牌子 做混合的時候 意外的合 檀香在這一支 我覺得味道是 真的有被帶出來的 那這一支的話 其實因為我剛剛說過 是我姐姐送我的生日禮物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它的報價多少 但是我偷偷去官網上面查了一下 要價160美金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我跟你講 這種下次就不知道它生日我要送它什麼 什麼都不知道 就直接卡片這樣子 那我自己 非常的喜歡這一支 那這一支的話 其實它噴了 我覺得它在身上的變化的味道 是有差異的 就是早上噴跟晚上 殘留在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樣 檀香的味道很重 但是後來漸漸淡掉之後 就會有一種 清檀香 有出一種 所謂的獸手系列 就是 頭 瓶蓋 是動物的頭 那一系列真的真是 價格非常之高 真的希望有朝一日 我們可以說買就買 說不買 也還是可以買 這平常我會什麼時候噴呢 其實這個場合 因為現在有100ml 所以其實我就是 想噴就噴 對 這一支的記憶點滿高的 把自己弄得香香的 乾乾淨淨的 就是很開心很歡樂這樣子 所以這一支其實也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的 那這邊我要來幫大家做個結論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四支常用的專櫃香水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蛤香水 香氛這種東西很浪費吧 10下10塊 10下20塊 然後一整天出去 手一圈回來 回到家 衣服脫了 直接丟到洗衣欄 整個人進去廁所 噗噗噗噗噗噗噗 洗個澡 沒了 浪費 但我覺得這個想法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情 你用不同的觀點去切入的時候 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噴了這個味道 一整天跟著我的時候 幫助我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有自信心 或者是說 我在人際交涉的時候 讓我有更多的掌權感 這個香水對你來說 它就是有用的 它在你身上是有效果的 那有些人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覺得說 是一種消耗品 為什麼要花這個錢的話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非常好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不喜歡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不需要什麼 這種人我非常喜歡 你非常清楚你自己的喜好 就是分享交流的一個平台 我把我有用的東西分享給那些 想知道或者是也有在用的人 那我也會想要知道你們 平常都在用什麼樣子的香水 那怎麼樣的基調你喜歡 或者是說 平成的設計對你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購買的要素 其實也有一群人是覺得說 欸 率算很高 有點買不太下手 或者是說 噴在上面就是沒有這麼外顯 會直接被人家看見的 我要再次強調 你要找的是 適合你的味道 而不是高價的味道 你可以從沐浴乳開始下手 如果沒有這些香水 你知道我會用什麼嗎 我就會用水晶肥皂 本身一種飽飽味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並不是說高價的就是好 而是說 適合你的才是好的 那我覺得什麼叫做適合 就是你自己喜歡 你覺得這個味道可以提升你整個人 它就是一個好的味道 不要想說別人會不會喜歡 你喜歡就好 你只要喜歡 你覺得你有這樣子的預算的話 賣給自己 看你可不可以在生活中 找到更多的情緒跟一個樂趣這樣子 所以對著我來說 香水就是一個情緒 會提高我工作效率 跟我整體的心情 我會去購買 那你也有你的選擇 所有的決定權都在你 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包含 我們的兒子 我們來看包含 articles 是